韩国偶像团体Infinity的师妹团Loveless 在2014年11月出道 他们创下韩团再还没出道就先出事的创举 成员徐智秀在准备出道的前几天被爆出是女同志 一位女性网友声称曾与智秀交往 期间被她下药性侵加强拍裸照 不仅如此网路上也加码曝光智秀爆出口的录音档 一连串重口味的丑闻 徐智秀声泪俱下反驳之后更传她情绪不稳 精神重创必须入院9天接受治疗 而日前她的经纪公司公开宣告 涉嫌在网上造谣的被告人A与未成年B 已被判处罚金口头起诉及转送少年保护案处置 但对徐智秀所产生的影响却无法回复 她的演绎录恐怕还没开始就宣告不治 从丑闻爆发之后 智秀便无法随着Loveless团体活动 对此经纪公司则表示 她必须经过时间休养 会慢慢考虑她的付出计划 ESV宣布中心台北报道